7点22分早安气象时间 首先持续带您关注 马蛙台风的最新动向 来看这一周 它暂时不会对我们的台湾天气造成影响 目前持续往菲律宾东方海面前进 但是要特别关注 在本周日下周一周二的时候 它会慢慢的开始要往北转了 那么在礼拜天的时候 到时候它什么时间点北转 可能就会更加明朗 但是如果这个预报的路线没有错的话 准确率很高的话 预计可能在星期一 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不过当然还是要看 它到时候北转的角度跟时间 如果早一点的话 对我们的影响就比较小 如果晚一点 像是这个路径图的话 当然对我们的天气就会造成影响 而马蛙台风 虽然在昨天晚上稍微减弱为中台 但是预计在今天白天 又会回到墙台等级 在星期二的这个时间点 预计距离我们额软比大约只有370公里 而且它的暴风半径 还会再更胖到250公里 也就代表说 它现在还在持续的增强当中 我们也带你来看看各国的模拟路径图 现在美国认为它会提早北转 但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欧洲呢 则是认为它会在巴士海峡附近 北转之后 沿着我们东部的近海之后北上 因此可以看得出来 在巴士海峡附近这一带 这个路线非常凌乱 就是因为还有很大很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从这个侵袭几率来看呢 我们可以发现 它会来到巴士海峡附近之后 对于台湾的侵袭几率 大概是落在2到4成左右 所以也不能排除它的暴风圈 是有可能会扫到我们台湾的陆地的 那么降雨方面呢 就来看到了 在本周虽然还不会受到它的影响 但是呢 这周六开始沿海地区要留意 特别像是东半部啦 恒川半岛 还有基隆北海岸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长浪了 那么金门马祖也是有这个机会 而降雨的部分呢 则是要留意 下周一到周三开始 大台北东半部地区 就会有一些降雨出现 可是这个雨势的大小 就还要看它离我们多近而定 不过回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呢 水气就只有在东半部 还有午后山区 会有一些降雨出现 一个是因为阴封面 还有另外午后热力作用的影响 可能在局部会有一些较大雨势发生 那么接下来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这样子的天气都很类似哦 温度方面呢 也因为水气减少 而且呢 西半部地区 很多地方都是多云道晴 所以温度也在回升 北台湾地区 近平两天高温在28到30度 中南部地区 普遍都是在30度以上 有一些靠近山区 或是河谷的地方 还有可能会再更高一点 所以要特别提醒了 特别是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以及你要往山上 还有海边走的话 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 并且多补充水分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